天国游合 欧白屏幕师以使徒行转为蓝本 教你以天国子民身份 漫游世界 天国游合与天国游合之间 难免有些分歧 一人有一个梦想 似乎都不算多 怎么去解决 怎么去面对这些分歧 原来是需要很多智慧 也都需要很多谦卑 在《涉行转》第十五章 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先例 就是游合纵游合 是他们固然有自己的立场 固然有自己的见地 但是刚经过讨论 经过表达自己的意见 表达自己的心跡之后 然后又听取前辈 听取同行者 他们的意见 他们的经历 他们在真理上的体会 于是大家有个共识 在当年 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决意 在救恩的信念上 是毫不摇动的 我们只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 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也一定要彼此尊重 彼此净重 所以外族的信徒 以及犹太的信徒 稍处的时候 要尊重对方这个民族的文化 自古以来 他们自小以来的生活习惯 結果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這樣去化解 我們要為一些信念 這些價值 揭力的爭辯 但是對於跟我們意見不同的觀點 不同的這些人 我們要尊重他們的文化背景 要尊重要了解 為何它有這個我們稱為的框框呢 當時的耶路撒冷的教會 其實這個禍 這個分歧不是他們引起的 不過是因為一些耶路撒冷的 傳統的猶太裔信徒 闖出這些禍的 好難得 這間教會有承擔 沒有責任 當他們有這個共識的時候 去持守真理 又持守人與人相交 相處的應有的尊重的時候 他們怎麼做呢 除了做這個決議之後 寫下一個決議書 那封書信呢 是解釋自己的情況 然後 向這些 他們冒犯了的 甚至有可能 誤導的外族信徒 自怯的 澄清的 不單止這樣 他們還親自派兩個特使 派兩個使者 親自的 去到這些外族人的教會之中 向他們解釋 好充分 好充分地表示自己 肯承擔責任 好充分地表示自己的誠意 就是大家都是天國的子物 大家都是天國的遊合 曾經有一場誤會 這個誤會甚至不小 牽涉一些救恩的核心的立場 但是 經過變辦 經過議定之後 就兵式前嫌了 大家不會被這個過往曾經有的衝突 去抓住自己 免之擺不甩 他們擺下這個曾經衝突的包袱 大家一起向前 去為福音作見證 結果 大家都成為一個有能力的 積極的 正能量的天國遊合 我們可以在這些先例 見得到 遊合 眾遊合 互相承擔 互相建立 原來又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是一個我們不能夠少的 這樣的品格 操手去建立天國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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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